花蓮市公所与远东百货花蓮店共同举办了宝宝抓周乐 吸引了有一百组亲子家庭来共襄盛举 透过闯关的模式 爸爸妈妈帮小宝宝戴上虎帽敲响智慧罗 穿过聪明门之后呢再进行抓周仪式 场面相当Q萌也充满了欢笑气氛 继宝宝爬行班尿布的活动之后 花蓮市公所在21号下午 也和远东百货合作办理了宝宝抓周乐活动 这是花蓮市公所第一次办理抓周 也是宝宝的第一次性向测验 因此活动现场准备了许多物品 希望能让宝宝有更多的选择 那这应该是花蓮市 第一次由公部门来主办的一个抓周的活动 那我们知道很多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都非常希望孩子未来成长 都能够非常顺遂快乐 那抓周是一个我们传统的一个仪式 那常常有些爸爸妈妈为了要让孩子能够抓周 那不远千里到了宜兰 到了其他乡镇去做这样的一个抓周仪式 那也花了不少经费 那我们今天是在远东百货 究竟就可以来做这样抓周仪式 也可以让所有的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可以究竟有更多的家人一起分享这样的喜悦 那我们希望说抓周仪式 让每一个孩子对未来更有目标更有方向 让爸爸妈妈也能够开心跟放心 最主要就是让亲子同乐亲子共享 那我还是再次要谢谢远东百货 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们能够勇敢的生孩子 勇敢的结婚 让我们国家的少子化的问题能够逐步逐步的减少 父母亲帮小宝贝戴上虎帽 敲响智慧罗 穿过聪明门后进行抓周仪式 场面是相当Q萌 让现场单身的民众看了也想要有个小孩 过去如果要让孩子参加抓周仪式 就必须到外县市才有办理 不仅花钱有轴车劳顿 因此花林市公所今年特别选在远东百货 举行抓周仪式 不仅省去很多麻烦 也让不少家长有了不错的体验 我在网路上看到的 真的蛮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然后小孩子刚好又逝离 所以想说带他们参与一下 而且这次疫情的关系 其实就是台湾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刚好可以这样出来活动一下 我就觉得很不错 办得很活泼很热闹啊 小朋友很喜欢 面面 周阿周是华人传统文化里 相当有趣的习俗 也寓意着孩子将来可能 从事的工作与行业 但无论孩子未来的爱好是什么 为亲子间留下一个美好回忆 也是一种幸福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